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11月7号 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杨子 早上你好 是好 想一头条一起来 就关注到这个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号到5号前往湖北考察调研 先后在校感市和潘家湾镇 四溢村了解当地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 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 并前往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 了解推进科技创新的举措 4号下午 习近平来到校感市云梦县博物馆 参观出土秦汉检读展 习近平详细听取检读内容 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研究情况介绍 指出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 提高文物保护水平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提供坚实支撑 激励人们不断增强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5号上午 习近平来到潘家湾镇4亿寸 先后走进村养老服务驿站 党群服务中心 查看养老设施和便民会民服务情况 他指出 要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 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要持续为基层减负 让基层干部能够用更多时间和精力 来服务群众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 习近平指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 希望乡亲们在党组织带领下 齐心协力团结奋斗 把村庄建设得更美 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祝你们家庭幸福 身体健康 事业 更上层楼 5号下午 习近平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考察 观看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成功案例展示和科技创新成果 同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 他强调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要增强自信 至存高远 协同发力 在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断建功立业 我们共同努力 如期实现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号上午 听取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对湖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指出 湖北科教人才优势突出 科技创新能力较强 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开拓进取 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 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更好发挥科技创新测源功能 围绕重点产业 强化创新链 产业链 资金链 人才链融合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公关 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余 习近平强调 湖北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勇于探索 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深化内外贸一体化改革 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 习近平指出 湖北要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上奋发有为 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 挖掘特色产业和多种经营潜力 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习近平强调 湖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红色资源丰富 要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 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 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 习近平指出 要紧紧围绕抓改革促发展 加强党的建设 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 推进党际学习教育常态化 常效化 耻而不息正风素季反腐 不断巩固发展风轻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强调 今年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 各项工作 特别是经济工作 要进一步抓紧抓实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庄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社会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 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 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 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 新任务 必须展现新担当 新作为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 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 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 凝聚力 影响力 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 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强调 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共同责任 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政治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确保党中央关于社会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各地和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协同联动 坚持管行业也要管党建 形成做好社会工作的强大合力 社会工作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 强化政治担当 勇于实践探索 扎实履职尽责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根据美国大选后续 因为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在当地时间6号的下午 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发表讲话 哈里斯承认败选 表示在当天烧造时已经致电特朗普 祝贺他赢得大选 他在通话里还强调 将会完成全力的和平营销 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选项 前天我跟川普总统和川普 恭喜他在他的勝出 我也告诉他 我们会帮助他和他的练习 在民众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等候之后 哈里斯迟迟现身 他首先感谢选民的支持 称美国承诺之光将永远闪耀 哈里斯指出 虽然承认败选 但是自己不会认输 他将为美国人民的梦想 自由旋律而战 永不延弃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6号的测算和报道 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当中 特朗普所获的选举人票 已经超过当选所需要的270张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 哈里斯刚刚发表讲话 承认败选 那么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人 就在华盛顿现场的本台记者曹姐 曹姐你好 杨子你好 现在民主党支持者对于哈里斯 承认败选之后都有哪些反应 包括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再次入入白宫 有怎样的一个表态呢 是的 杨子 我注意到了挺多民主党的支持者 都是含泪的听完了哈里斯的败选演讲 在霍华德大选呢 还感觉到哈里斯是带着一点点的哭腔 承认自己是落败 但同时呢 这是我们之前新闻中所提到的 他希望看到权力交接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他在整个的败选演讲当中 并没有承认自己的政策 是不得多数选民的支持的 而这个也是这次美国大选 多数选民选择特朗普 而不是哈里斯的一个关键原因 那除此之外呢 对于这次的大选的结果呢 其实哈里斯早前呢 已经是来过一次霍华德大学了 但是当天的点票 当天呢 他并没有发表任何的讲话 也是受到了当时的这个选情的影响 受压 很难确保自己能够胜出 而在今天呢 他就发表这个讲话呢 也是对于沐雁林这个现状呢 也是表示这个承认 接受这个事实 那另外呢 这次的民主党呢 其实不仅仅是哈里斯 本身呢 被特朗普击败 那目前来看 参众两院的情况呢 对于共和党呢 也越来越有利 那参院方面呢 共和党已经是拿下了 参院的控制的席位 那众院方面呢 现在呢 共和党呢 已拿到了208票 那只要拿到218票呢 共和党就可以控制众议院 如果参院众议院 还有政府呢 都被共和党控制的话呢 可以说 特朗普代表了共和党呢 在未来的四年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呢 将会助导美国的政坛 那这不仅仅对于哈里斯 还有拜登来说呢 民主党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对于美国 对于全球的这个 政治的局势来说呢 也是需要 值得长期关注的一个现象 这样子 好的了解 一些曹杰在前方 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据美国总统拜登 在6号也致电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 祝贺他赢得美国大选 拜登并邀请特朗普 来到白宫商讨 交接安排 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 也正式承认败选 并且致电 祝贺对手 特朗普当选 当地时间6号 美国总统拜登 致电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 祝贺他在刚刚结束的 大选中获胜 商讨权利交接事宜 白宫表示 工作人员将在不久的将来 协调日期 另据美媒报道 拜登计划于7号 就选举结果发表讲话 此外 拜登也以同现任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通话 肯定其竞选团队的工作 在大选中落败的哈里斯 也于当地时间6号 正式承认败选 并致电祝贺对手 特朗普当选 消息指 两人之间的通话 时长数分钟 哈里斯的助手指 哈里斯与特朗普谈及了 和平移交权利 以及成为所有美国人的 总统的重要性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两度遭遇暗杀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6号引述执法官员报道 随着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 将在未来几个月进行过渡 美国特勤局将在未来几天 开始保护特朗普的直系亲属 另外 美联社报道称 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下午 赢得密歇根州的 15张选举人票 他取得的选举人票 增加到了292张 进一步领先哈里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在当地6号凌晨 宣布自己在2024年 总统选举当中获胜 而他在佛罗里达州 棕榈滩会议中心 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形容他们创造历史 克服没有人认为 可能克服的障碍 他并表示 这是美国的黄金时代 将会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 特朗普牵着妻子梅拉尼亚 与子女们一起献身会场 他之后自行宣布胜选 在发言时 首先感谢美国人民支持 让他可以当选 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 他形容大选结果缔造了历史 并克服了没有人相信 能够克服的障碍 我们他们扶持冠军 没有人认为为能够 很明显 We'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 Look what happened. Is this crazy? But it's a political victory that our country has never seen before. Nothing like this.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 特朗普并表示 美国非常迫切地需要帮助 而他将会帮助国家弥补分歧 他同时扬言会封锁边境 强调移民的流入必须合法 特朗普并提到遭遇枪击事件 形容他幸存下来是有原因的 很多人都告诉我 神给了我的生命 为了一个理由 那理由是救了我们的国家 而恢复美国的大力 而现在我们将会继续 特朗普并称会遵循简单的座右银 也就是做出承诺 信守承诺 普与全国人民抛开过去四年的分歧 团结起来 他表明不会让美国人民失望 强调美国的未来将比过去更好 更富有 更安全 更强大 凤凰博士综合报道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 特朗普获胜的关键到底有哪些 而哈里斯落败的原因又是哪里呢 今天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 王宾如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宾如早 接下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大家早安 首先来看到的是 今日美国报总结了特朗普 此次历史性胜选的几大关键因素 首先就是经济 选民对美国的现状极为不满 特别是高通胀 生活成本大幅增加 成为了美国选民最为关心的议题 因此无论你喜不喜欢特朗普 不满现状的选民 都会因为对生活工作的不满 来惩罚执政党 根据出口民调 在处理经济议题上 有79%的选民支持特朗普 哈里斯只有20% 第二个因素是 特朗普吸引选民的竞选策略奏效 特别是吸引年轻男性 黑人男性和西班牙裔选民 第三个原因是 民主党投票率不如预期 而且在主要的摇摆州 民主党投票率下降幅度更大 成为了一个硬伤 而美国政治报总结 哈里斯败选的原因 是他无法摆脱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作为副总统 要向拜登表忠心 而作为总统候选人 又要与拜登保持距离 而拜登是一位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 因此哈里斯无法与拜登的负面影响做切割 一位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成员就称 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竞选 拜登是哈里斯和民主党失败的唯一原因 因为他退选的时间太晚 但是也有评论说 拜登太难了 不退选被骂 退选也被骂 最后成了民主党的背国侠 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 特朗普将回归白宫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专家分析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将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不确定性 影响中美关系 地区安全和气候合作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专家6号指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 可能对美国现有的亚洲政策 做出重大调整 亚洲协会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副总裁拉塞尔指出 亚洲国家正准备应对 可能破坏地区动态的突然转变和非正统方法 特朗普倾向采取单边主义和互惠外交 将迫使美国的亚洲盟友在安全上更加自力更生 他表示 特朗普的政策导向可能意味着 美国与亚洲的战略合作将转向更多的互惠交易 美方的支持将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的评估 美中关系方面 特朗普的回归可能意味着对华加征关税 实施更严格的贸易条款以及对中国技术的限制 这将带来高风险的经济博弈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卡特勒指出 美国在亚洲的贸易伙伴需要为美国再度聚焦 贸易失衡和征收关税做好准备 各国将不得不决定如何最佳应对 是谈判解决还是采取报复措施 这将考验美国与许多亚洲伙伴的关系 台湾问题上 专家认为 如果特朗普延续第一届政府的政策 其主要政治顾问将愿意接受更大的升级或冲突风险 这一立场可能促使亚洲盟友采取观望态度 加强区域合作以对冲风险 气候政策方面 特朗普的回归可能使美中气候合作面临中断 甚至重现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 削减国际气候资金 这一转变将对亚洲产生连锁反应 随着美国领导地位的减弱 可能迫使日本韩国等国家加强自己的承诺 转向欧盟寻求合作 专家指出 特朗普的回归 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不确定时代 亚洲国家需要采取冷静的应对策略 防卫是郭晶晶 李战青 卢山基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战略的关注焦点 先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好的 谢谢兵如 接下来关注是中国外交部周三的晚间 就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答记者问 对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美国大选当中当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对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祝贺 而对于特朗普在大选当中获胜 将再次入主白宫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6号下午的记者会回应强调 中方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有多位的美国问题学者就表示 特朗普就任之后 中美关系可能会出现新的波折 也需要更加谨慎的处理 美国大选并没有如民调结果所预期 出现严重胶着状态 而在大部分摇摆州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都处于领先状态 北京时间6号下午3点前 大选结果轮廓出现 特朗普有望再次入主白宫 在3点钟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回应美国大选结果表示 中方处理中美关系立场一贯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 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 关于你提到的这个关税 我们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 我们将继续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对于特朗普再次当选 在北京多位美国问题的专家 都向记者表示并不意外 总体上美国社会右倾化 保守化趋势明显 并且在未来一个较长周期内 都会持续 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 多位学者都表示 将会经历新的波折 我认为啊 个人认为 他真的是无底线 属于这个 而且是反复无常 当他的性格非常粗粗 而且呢 非常爱虚荣 都觉得自己很好 这种心理状态 所以呢我觉得 他是为达目的 是不择手段的 他身边的人的确不少 相当多的人 除了没有表态的 表态 凡是表态过的 对华都很强硬的 有的可能在经贸问题上 有的可能在地缘上 有的在军事上 反正是这些人 比比皆是 我们从他的第一任 这个总统任期当中 也能看得到 谁说内部的政策 是比较混乱的 他个人的意志 是比较大的 中美之间的 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美作为两个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地区当中的 重要的两个国家 这个会约束 他对中国的政策 可能想推动脱钩 但是美国也遭受 非常大的待见 虽然也有观点认为 特朗普相较于 哈里斯 更容易进行谈判 多位国际关系学者 都强调 如果直接从交易的角度 去处理 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 很容易造成 特朗普的狮子大开口 中方需要 在与美国的对话中 将红线画得更加明确 清晰 严格 凤凰卫视 霍委呗 刘家浩 北京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赢得大选 多国及国际组织领导人 纷纷回应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 6号与特朗普通电话 祝贺他在大选中获胜 以色列官方声明指 通话气氛热情且诚恳 两人讨论了来自伊朗的威胁 以及为以色列安保 共同努力的重要性 以方并指出 内坦尼亚胡是最先 致电特朗普的外国领导人之一 沙特国王萨勒曼 以及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6号 也向特朗普支贺电 萨勒曼表示 沙特和美国的关系密切 各方正寻求在各个领域 加强和发展这种关系 穆罕默德则表示 希望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表示 期待再次与特朗普共同努力 促进区域和全球安全稳定 特朗普在竞选时 曾多次扬言会严厉打击 净墨西哥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 甚至扬言向墨西哥商品加征关税 墨西哥总统新报姆6号 谨慎回应美国大选 表示会等待官方结果正式出炉 新报姆并指 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之间 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合作 彼此并非竞争对手 而是相辅相成 欧洲方面塞尔维亚总统伍西奇称 希望新一届美国政府更多聆听塞尔维亚的声音 理解三方关切 伍西奇认为特朗普新政府 对塞尔维亚的立场不会有重大改变 因此对日后与美方实现重大合作感到乐观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 尊重美国人民的意愿 立场薪额的菲佐认为 特朗普将优先关注美国的经济问题 并正观望新一届美国政府 对俄乌战士的回应 推测特朗普可能会削减 甚至叫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联合国发言人迪亚底克6号表态说 秘书长古特雷斯相信 美国与联合国的合作 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柱 联合国准备好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合作 应对全球面临的挑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针对 美国新一届的总统选举结果 俄罗斯官方很快做出回应称 俄美关系不会进一步的恶化 但是俄乌冲突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就结束 对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就对媒体表示 目前他还不知道普京是否计划祝贺 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 但是俄罗斯正在仔细监控 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所有信息以及分析 而对于俄美关系发展 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几乎不可能进一步恶化 因为俄美关系已经处于历史最低点 其进一步的命运 取决于美国现任的领导 他还指出 美国是一个不友好的国家 直接和间接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战争 但他认为 乌克兰冲突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结束 此外 佩斯科夫再次表示 普京多次公开表示 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 但是 当前的美国政府 却采取截然相反的立场 同时 美国也有能力改变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 帮助结束俄国冲突 至于美国的立场是否会改变 需要等到明年一月份后 我才知道 而当天 俄罗斯多个媒体都刊登出 普京和特朗普早前会谈时的照片 佩斯科夫表示 俄罗斯政界人士 对特朗普获胜的乐观反应 源自于他在国际舞台上 所传达的和平愿望 俄罗斯社交娱乐认为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不一定会快速结束乌克兰冲突 但是 俄美关系应该会有所改善 但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 美国仍旧是俄罗斯这个国家 外部安全的主要风险 福皇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利斯基 在特朗普胜选之后 第一时间在推特上发文表示祝贺 期待有机会亲自祝贺特朗普总统 并且讨论如何加强乌克兰 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特朗普当选将会给 在战争当中 本就十分艰难的乌克兰 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对俄乌战争表态 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在24号时内停止乌克兰战争 美国不会再被乌克兰提供战争援助 美国将在谈判后退出乌克兰战争等 不利于乌克兰的言论 虽然特朗普当选并不是乌克兰所想看到的 但泽连斯基还是第一时间表示了祝贺 泽连斯基表示 战赏特朗普总统致力于通过实力 实现和平的全球事务方针 正是这一原则 才能真正让乌克兰更加接近公正的和平 希望能共同落实 期待美国两党对乌克兰进一步强有力支持 乌克兰有兴趣发展互利的政治和经济合作 使两国受益 乌克兰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之一 在盟友的支持下 努力确保欧洲和跨大西洋社会的长期和平与安全 特朗普在竞选中还曾表示 他有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 但他从未透露细节 乌克兰方面认为 特朗普的计划是冻结战争 在边界两侧建立自治区和非军事区 乌克兰也不能加入北约 但乌克兰媒体普遍认为 特朗普当选 乌克兰将面临众多风险和威胁 这些风险和威胁是特朗普本人提出的 同时也认为 泽连斯基能够将特朗普拉到自己一边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表示 特朗普不会允许乌克兰失败 因为这将是一场绝对性的灾难 特朗普很清楚这一点 凤凰卫视特约戒者里向基辅报道 美国杂志新闻周刊 在6号报道 特朗普表示将会在2025年1月20号 就职前要解决俄乌军事冲突 等诸多问题 但并没有公开具体内容 报道还指出 俄罗斯的武装部队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在乌冬地区推进 俄军在冬季战役中 可能计划深入乌方领土 150至200公里 平均的推进速度为 每天15至20公里 我们现在位于 顿尼茨克的南郊 记者的前方 这就是乌格莱达尔方向 也就是亚述高地 沃尔诺瓦哈 可以看到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 这条通往马里乌布尔的公路 目前是双车道 而且是达到了 国家级的这种公路的标准 那么俄罗斯政府 也是拨出了8亿多卢布 包括修建在顿巴斯各县的 几条国家级的高速公路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顿巴斯各县 目前的这种城市的建设的态势 截止发稿时间 据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政府 所发布的相关的数据 马里乌布尔城市恢复工作 已接近尾声 和政府投入30亿卢布资金 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 包括北顿尼茨克 利息仓刺客等 7座的城市的重建工作 也基本结束 但是重建 阿富杰伊夫卡等 重度毁伤的城市工作 也正在规划之中 富皇位是陆宇光 伊万 拉曼 布拉特 顿尼茨克的报道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也就是上议院6号批准 与朝鲜签署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6月访问朝鲜的期间 而朝双方签署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承诺在一方遭到任何一国 或多国的武装攻击 而陷入战争状态 另外一方则应立即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51条 以及朝鲜和俄罗斯的法律 使用可使用的一切手段 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 乌克兰 美国和韩国近日指出 约有一万名的朝鲜士兵 目前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 乌克兰军队占领这个地区的 部分边境领土 乌克兰4号曾经表示 乌军与朝鲜士兵首次交战 中东局势方面 以离冲突还在持续当中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东部地区 6号遭到乌军的袭击 其中东部地区一天之内 遭到了40次袭击 造成至少有38人死亡 54人受伤 而被解雇的以色列国防部长 加兰特6号在告别会上表示 乌军必须扩大规模 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市郊 在黑夜里持续传出爆炸声 多处遭到乌军袭击 袭击在清晨仍然未停 当地民防部队表示 在巴尔甲镇一座住宅大楼 至少发现30具尸体 离方透露乌军6日晚 对贝鲁特南郊6个区 发动了9次攻击 黎巴嫩东部贝卡古地6日 同样遭到乌军轰炸 有居民拍摄到大量浓烟身上半夜空 他们惊慌呼叫 巴勒贝克希尔米勒省省长 胡杜尔表示 一枚导弹落在巴勒贝克神殿的停车场 而这座罗马时期的神殿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的遗址 胡杜尔还说 这个省当天已经遭到乌军 大约40次袭击 造成超过90人死伤 多个地点的瓦利清除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6日通报 自新一轮离异冲突爆发以来 黎巴嫩境内有超过3000人死亡 13000多人受伤 乙军6日晚间称 以色列空军战机不久前 在情报部门的指导下 袭击了真主党位于 贝鲁特达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 但要仓库和军事基础设施 而被解雇的以色列国防部长 加兰特6日 在乙军总参谋部举行的告别会上表示 以色列已改变了中东的权力平衡 并且已迫使敌人撤退 不过乙军仍然必须扩大规模 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我认为了解雇的安全性 有关重点 我们必须得更多人 最初的目标 我们必须得更多人 这些人是人生在纠绵 一切 我们必须得更多人 比较大量的社会 在这种程序里面 在这种程序里面 有关系 我认为这种程序里面 而乙军总参谋长哈莱维当天表示 军方必须准备扩大针对真主党的地面攻势 他表示除了通过外交努力与离方达成协议外 乙军还需要继续制定在黎巴嫩继续战斗的计划 包括扩大和深化地面行动 哈莱维还说 以色列国防军继续按照计划 在黎巴嫩南部贝卡古地贝鲁特和叙利亚 打击真主党目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5号解雇国防部长加兰特的消息 也引发国内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 有成千上万的示威民众连续两天上街集会 聚集在以色列各地抗议 内塔尼亚胡要求恢复加兰特的防长职务 他们指责政府正在让国家丧失民主精神 一起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以色列总理曾在去年3月计划解雇国防部长加兰特 两者在司法改革 哈雷迪犹太人兵役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 目前以总理提名先任外交部长卡茨接任国防部长 这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第四次解雇 有严重分歧的国防部长 连续两日 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由于以色列尚处于战争之中 有示威民众不认可政府此时解雇国防部长的决定 社会活动举行在以色列外交部和最高法院紧爱的路口 警察事先进行了道路管制并配备救护车 示威民众有以色列少数族裔 LGBT支持者 女性维权群体 反政府示威团体 甚至有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老兵 身着黄色服装加入 示威演讲嘉宾有不少退役军官 有示威者向本台表示 现政府的决策让国家正在丧失民主精神 我们不能允许 这是我们抵达的 示威现场集合了来自以色列不同地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 他们大多数人认为 在战争期间辞退前国防部长加兰特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 也有少数人认为 频繁举行示威游行 弱化总理的权威 对于战争的走向有所不利 方位是会要以使喊 耶路撒冷报道 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 在6号表示 不期望地区纷争 能够通过政治途径解决 真主党也不会主动求和 他同时也认为 美国大选的结果 对真主党没有任何影响 对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 对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 卡西姆在视频讲话中指出 只有乙方停止侵侦队 正主党才会进行谈判 前提是 黎巴嫩的完整主权获得尊重 卡西姆也认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企图 将黎巴嫩变成另一个约旦河西岸 最终目的是改变中东版图 德国的内政出现变化 德国总理朔尔茨 当地时间6号宣布 解雇财政部长林德纳 此前数周双方就政府的未来 经济方向争执不休 而德媒就报道说 林德纳曾经提议举行提前选举 用意解决政府危机 但遭到舒尔茨的拒绝 德国目前是由社会民主党 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 目前尚不清楚 林德纳领导的自民党 是否会退出联合政府 来自自民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 和来自绿党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 6号与舒尔茨就如何填补 数十亿美元的预算漏洞 并达成经济政策妥协进行谈判 路透社的消息就称 若三党联盟瓦解 将会导致舒尔茨依赖议会 临时多数执政 或是引发提前选举 对于三个政党来说 这将是灾难性的 因为目前 社民党和绿党的支持率 远低于2021年大选时 而自民党呢 甚至可能会被逐出议会 由于缺乏来自俄罗斯的 廉价天然气 加上中国日益激烈的商贸竞争 德国正在经历 连续第二年的经济收缩 而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 也被视为对于欧洲经济的威胁 好 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正在上海举行 那本届的进博会上 在参战商以及参展国际地区上 都有哪些特点呢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 正在上海现场的本台记者 高岳嘉去了解情况 岳嘉已经进入第三天的进博会 你在现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还有哪些精彩活动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主播 转眼过去进博会 已经是第七届了不少的参展企业 参展商像我一样 都是七届的全情生 没有一年是落下的 我也是一年一年看着进博会 规模越来越大 办的也是越来越好 那首先从展成面积上来说呢 今年也是保持了超大规模 国别地区数量和企业数量 都超过了上届 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都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为什么大家都要来参加进博会呢 当然了 首先是因为这个季节的上海 非常的迷人 很多人都愿意在11月份来到上海 感受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 它是国际的贸易枢纽和金融中心 它也是国际的航运中心 在这里承载的进博会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里更像是一个交汇的平台 它让企业互联互通 让贸易更加畅通 这次是有着六个主兵国 它分别是法国 马来西亚 尼加拉瓜 沙特阿拉伯 坦桑尼亚 乌兹别克斯坦 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呢 就是到了第七届 各国家都在各出奇招 怎么样才能在这么多 精彩分成的展馆当中脱颖而出 让其他参展商和媒体记者来参观 都是煞费苦心 而挪威 斯洛伐克 贝宁 等首次参加国家展 这样的参展规模传递出 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记得塞尔维亚总理 武切维奇在开幕式上说 中国的智慧告诉我们 强者谋一事 智者谋全局 我想这句话其实就是中国人常说的 不谋万事者 不足以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欲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 用更加长远的眼光冲破贸易壁垒 打造合作共鸣的发展空间 融入世界的选择不变 脚步不停歇 这才是中国的智慧 主播 再次谢谢岳家的分析与观察 再来关注一下 中国海军重型舰载战斗机 殲-15T 6号落地珠海金湾机场 并且将在12号至17号 举办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亮相 这也是中国海军时装 首次出现在中国航展 根据了解 殲-15T是中国航母编队的 核心武器装备 也是中国海军航空兵的重要力量 殲-15T飞机在航电系统 和平台性能上 进行了新的提升 是殲-15飞机最新的改进型 殲-15是中国自主研制的 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 2009年最早的殲-15 飞杀舰载战斗机 在辽宁沈阳成功首飞 目前殲-15已经成长为 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的 中坚力量 相当电台有一个报道 澳门新增了一宗 本地登革热感染个案 而这也是澳门 今年第七宗本地个案 澳门卫生局晚上就公布 新增的患者是一名 74岁的女子 她住在沙梨头石墙街 在本月的2号出现发热就医之后 两天后全身肌肉酸痛 并且入院治疗 经过协议化验之后确诊 由于她最近两个礼拜 都没有外出旅游的记录 所以列为了本地个案 但是这与今日 沙兰仔附近发现的 本地个案无关 对于沙兰仔附近发现 本地登革热的个案 澳门卫生局已经采取应对工作 日前已经发现了第4例 以及第5例的本地个案 另外6名疑似患者 经过检测之后 已经排除受感染 同一地区暂时没有新增的个案 那么随着内地区域性 入境免签 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 有多项便利性的通关措施 相继的推行 深港口岸出入境的人员 数量不断的攀升 而数据也显示 截至11月6号的11点钟 深圳的出入境边检总站 今年查验出 入境的人员 已经超突破2亿人次 截至11月6日早上11时 深圳出入境边检总站 今年查验出入境人员 已突破2亿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53.2% 据统计 今年经深圳汕头等口岸 入境的外国人超221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超一倍 其中来华旅游商贸人员 分别占比34.2% 17.8% 为保障口岸通关高效顺畅 深圳边检总站 联动港澳相关职能部门 优化查验流程 人均查验效率提速28.5% 据悉 深圳边检总站 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数量 年内已十次突破 全面复关以来新高 最高达97.7万人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回来一起观众一下 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代表共和党的特朗普 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也刺激了美股周三 全线大涨 三大指数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显著上升 美元会价也飙升到 四个月的高位 虚拟货币比特币同样破顶 占赏7万6千美元上方 包括贵金属和能源等的商品价格 则普遍下跌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 被视为青商界的共和党候选人 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 更避免大选结果出现争议的情况 让市场松了一口气 并刺激美股三大指数 收盘同创历史新高 道琼斯工业指数 裂口高开628点后 走势逐步扩大 临近尾盘时最多上升1556点 中场收报43729点 全天累升1508点 升幅3.57% 标普500指数也升146点 收报5929点 升幅2.53% 与道指一样 都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 最大单日涨幅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 纳斯达克指数也上升了544点 收报18983点 升幅2.95% 华尔街就特朗普重涨白宫 做出的特朗普交易部署炽热 特朗普旗下的社交媒体公司 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 盘中曾经暴涨接近三成半 中场收幅收窄至5.8% 在竞选期间 大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首富马斯克 旗下的电动车生产商 特斯拉也受到追捧 全天再升接近15% 标普500指数的 11个主要板块之中 银行股涨付领钱 投资者憧憬特朗普政府 将采取较宽松的监管政策 加上国债收益率向上 有利利息收入 费城地区银行指数 几涨超过一成 不过对利率敏感的房地产板块 以及公用事业板块双双偏软 而随着特朗普胜选 市场担心它会推行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大幅加征关税 加重财势问题和重燃通胀 刺激美国国债收益率 在周四大幅跳升 当中30年期常债收益率 创2020年最大单日涨幅 指标性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 也升至4.47680 市场揣色特朗普倾向 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政策 美元指数曾经弹升 接近2% 占上105上方 墨西哥P索则大幅下跌 接近3.5% 欧元和日元汇价 也显著下跌超过2% 英镑下跌超过1.5% 投资者也憧憬特朗普对虚拟资产监管放松 比特币日内大涨大约一成 曾经占上76000美元上方 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普遍走弱 现货金价跌穿美盎斯 2700美元跌幅超过3% 白银和七同也显著走弱 国际汽油价格盘中一度下跌 大约3% 但尾盘跌幅显著收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加拿大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要求短视频平台TikTok 关闭在当地的业务 加拿大创新科学及工业部长尚普涅 在周三发表声明 指出TikTok公司字节跳动 在加拿大成立TikTok分公司 对当地的构成特定国家安全风险 所以要采取应对行动 而这一项决定是根据审查过程中 收集到的资讯和证据 以及国家安全及情报机构的建议 而做出的 不过当局目前并未禁止用户 登入和使用 马上回来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在加拿大创新科学院里的 并不过当级的